流连当头,我是威尔 只有高照,我是温杰 是,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五的早上 那我们首先来关注一则国际新闻 在星期三的时候 伦敦,就是英国伦敦西部 有一栋24层高的公寓 就发生了一场猛烈的大火 那那个时候当局还出动了 大概40辆的消防车 还有200名的消防员就到场救援 然后很多民众那时候 是一片现场一片混乱 甚至有些人讲他的那个场景 就仿佛好像当时那个 救医恐怖袭击的事件 对,那这是因为 这次这个大火呢 也造成了有17人的死亡的 那有37人还在流运 那17人是已经是 还在早晾当中的 那火灾的原因是什么呢 还在仍然的调查 那最主要的事情是 他们怀疑的是那个建筑物的燃料 是否是衣柜这个正统的所谓的 这个建筑物的这个原料 去制作成的 建筑物的这个建材吧 对 不是原料吧 对 那个建材 是那当然 有很多人说 有些传媒就揭发说了 其实伦敦消防部呢 早在十多年前 就已经警告说 那大楼外墙的物料呢 是存有安全隐忧的 那翻新过后呢 他的成效仍然是 有人觉得抱持一个怀疑的态度 所以现在矛头呢 就直接指向地方政府 好像就没有理这件事情 那才会令到这个悲剧的发生 那根据他们的一些数据啊 那在伦敦市内 有数以万计的楼宇呢 是使用 你应该说的那个 那种同类的外墙物料啊 那这种物料呢 其实确实是有一些安全隐忧的 如果根据消防局的他们的这个标准 那很多消防专家呢 就希望当局呢 能够即时全面检讨 有关这样子的 这种原料的采用 还有它的安全和风险性等等 对那其实还没有问过 负责人这个成分是什么 但是呢 这个负责人是 他还也不懂是什么 因为由于这个负责工程的公司 也已经倒闭了 所以已经问不到什么 反而我问到负责人的时候 他是没有一个答案的 所以这个是非常值得人怀疑的事情 所以其实在每一个建筑物 当他们可以入住之前呢 拿到这个CF呢 之前他必须要有 我们在马来西亚 我们叫Bomba 就是消防局的这个批准 就是所有的这个逃生出口呢 还有一些他的安全措施啊 都必须做得好 你才能拿到这个 入户准证 那现在这个情况是 既然这间负责工程的公司 他们应该有一所交代吧 不过根据他们的这个资料 就说负责工程的公司呢 现在已经是倒闭了 那负责人呢 就发表声明 就说这个工程是符合所有的楼宇规定 但是受访被问 以及这个外墙的新家的物料时呢 他根本是打不出来的 换句话说 他们可能也不太确定 用的这个颜料是什么东西 那自然就有这种安全隐忧了 但我相信所有的 他们获得的批准 一定会有一地那个资料的 一定有所有所显示的 那如果说没有资料的话 那就非常可疑了 他们当时获得什么样的一个批准呢 是以什么标准获得这个批准的 对可能现在他们可能也收着 不敢拿出来 还是可能有一些应优吧 对不对 目前像现在在伦敦市内呢 大约有三万栋的这个 三万栋的这个楼宇啊 是已经用同样的这个外墙物料 这我就奇怪了 如果说不知道它的成分是什么 为什么就有人知道说 哎 已经有三万栋是用同样的这个物料呢 可能他们在下面有人在传 在传 所以不可能传的这种东西是一定有 比如说你建一一一一桶建筑物 对不对 那你这种建筑物呢 它必须所有的这个材料 都必须有一个标准 或者是一个规格 甚至你必须把它记录下来 成交上去 这是为了安全考量 所以每一每一个建筑物 它在建设之前呢 它必须获得地方政府的批准和这个准证 不然的话它不可以建 所以现在换句话说 就是说 呃 我相信地方政府 他们应该会有 呃 理论上应该有这些资料 究竟这一座楼 他们用的是什么原料 什么样的一个 那个建筑材料呢 来建这一栋楼 然后他们的安全的这个设备 措施等等 有没有做好 你看这个一下子这样大火啊 呃 有些居民就说了 这个大火不是一场意外 是人为的大屠杀 对 那为什么说人为呢 可能我相信是 目前失火的原因 还没有还没有正式 是什么样的原因 对吧 对 所以他们只是说是认为 哦 因为你整个建筑物的安全措施 没做好 那就看起来像人为大屠杀 对 因为他们有居民 他们说到 之前呢 在四年前呢 他们有向政府 就是表明这个大陆的防火 设备啊 是不大到标准的 那他们也是 可能他们说 可能他们因为居住的 不是高尚的一个地区 那当局在默示他们的要求 所以批评这次大火 是因为政府默示 穷人需要而导致的一个恶果 嗯 所以这可能是 确实是可能有关当局 必须负上一个责任 比如讲像这个大火发生之后 这座大楼啊 他叫哥伦菲尔嘛 这个大楼 所以他们有个行动组的 他就像 他们像传媒表达一个说法 他说 他们近年来呢 是不断向有关当局投诉的 就是说这个设备很差啊 那这个当局一直没有去证实 他们的诉求 所以发生多命大火呢 只是时间的问题 换句话说 他们已经有一个心理准备 如果发生大火的话 这是非常难阻止的 一旦有意外的话 可能就阻止不了 对啊 所以有90%的住客呢 是曾经在2015年的时候 就联署向政府反映这个问题 但是没有人理 那现在呢 英国首相推三妹呢 就现在 还在还在当首相 这样 虽然大选已经过了 但是他就他就下令了 要确保现场安全呢 要确保现在不会再有 这样子的事情发生 而且必须对这个火灾原因呢 进行彻底的调查 所以要希望可以从中汲取这个教训 在这个 还有就是说 有一些就 专家就访问了 一些媒体就访问了一些专家 他们就就就觉得 这场大楼是不是可以避免呢 那当然这个设计就构成一个关键 那根据这个英国广播公司 BBC的报道 这一次这个大楼大火中呢 因为消防员的氧气桶氧含量有限 所以消防员是没有办法到24层楼的这个大楼顶层了 所以他他就要必须用到这个消防车的云梯 但是一般这消防车的云梯呢 只可延伸到32公尺高 也是大概10层楼 所以这一次救援的任务呢 就面对了一定的这个挑战 就变成如果高楼着火的话 像这一种24层楼的大楼 如果是着火 所以消防车怎么去救人 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任务 对而且也是很挑战的 不单只困难和挑战 而最主要是当他做这个设计的时候 有没有考量到整个防火的这个设施 要做好 因为毕竟你想想看 消防车它的云梯只能升到这个10层楼左右 但是你整间建筑24层楼 如果你刚好受困在第11层可能还好啦 如果15层以上 你要消防员怎么去救你 他如果就是爬的上去的时候 可能已经遭殃了 对不对 所以你不能单靠消防员或者这个消防的这个设备 他必须要有一个很好的防火系统和和逃生逃生系统 逃生设备 那就是说消防员来到过后 如果暂时没有办法去到那边 那他整间建筑物本身呢 就有一个很好的逃生这个系统 那他就不怕 起码你可以增加被救援的机会 延缓被害或者受伤害的这个可能性 对 所以起初呢 这个火灾呢 是本来是一场小火 怎么知道 它是从小火蔓延成一个非常大的一场火灾 所以才导致这整层楼都被烧起来的 所以完全是规格有问题 然后怀疑就是这个混泥土 它怎么之间可能有点物料 是不对的 是 他说通常是 也许是这个是怎么怎么开始呢 没有人知道 但是有人相信说 这个火石呢 是从底楼曾开始蔓延的 就是怎么蔓延到 几乎整栋楼 百分之百都陷在火海里面呢 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所以你要一个 你要让一个东西 或一个物件燃烧的话 首先它必须是一个易燃物 OK 那如果不是那么易燃 不是那么容易着火 它必须烧很久 它才能着火 那如果在短时间内 能够这么容易着火 很肯定的一个点 可以很确定 就是 就是整个 有两个条件 第一 就是这本身很容易着火 第二 外在的环境 是很 促使它能够很快的着火 比如说 可能 如果在一个很缺氧的状况下 或者是这个 二氧化碳很高 这个环境下 它不容易着火 但是如果氧气充足的状况下 它容易着火 如果是空气干燥 它也容易着火 如果是空气潮湿 它就不容易那么着火 所以在各方面条件的 这个允许或者是 促成的情况下呢 就造成这个火势蔓延的非常快 才造成了这种人民的伤亡 在有一只新闻 甚至说到 有一些目击者甚至看到 在这个着火的时候 有一些妇女 就企图从一些高楼 比如讲第九第十楼这样子 就抛出他们的孩子 就希望楼下民众 能够接到他们的孩子 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心里就真的是拉扯了一下 就有一个目击者 刚好就真的接到那个婴儿 这是事实 所以在发生这种大火的时候 大家只能够 能逃得了一命就一命了 很多人是抱着这样子的一个心态 就是说我逃不了 我要让孩子逃出来 但是怎么逃呢 就能够只能够拨一拨了 这个怎么拨呢 就是说反正你在上面 也是等着被熏死或者被烧死 我不如就把它丢了出去 看是怎么样 搞不好还活了下来 所以像广东话有一句话说 网要谁再搞谁 咱们把你熄啊 你还可以有的播 对不对 这是一种现象 但是话说到最后 回到一个总结了 就是有关单位 他们必须真的严正看待 今天这一次的大火 毕竟它已经反映出了 你看这样多专家都已经说了 这个建筑物本身的材料可能有问题 或者建筑规格 不符合这个安全标准 那如果真的是这种状况 伦敦市区内 还说有很多洞都用这种材料 甚至可能有一些 也是跟这种标准差不多了 那是不是应该严正的看待 地方政府要严正的看待这个事情 重新检查 审视这些不符合规格的建筑物 是不是应该重新翻新 或者再想办法怎么样去安置 住在这些地方 或者在那边上班的这些人 然后再重新把它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然后再让他们再回去 对 那我们再看看了 就是另一则消息 这个是跟巴黎协定有关系的 我们都知道美国就是退出了这个巴黎气候协定 那现在呢 这个特朗普呢 好像是建议要重弹这个协定 不过这个欧盟就直接说了三个字 不可能 对那荣克强调说了 这个巴黎协定呢 是来之不易 各方面已经就是20年的一个 磋商才有的 才到今天的这个成果嘛 所以呢在下个月初呢 这个荣克代表这个欧盟出席在德国 和就是汉堡举行的20国集团这个峰会呢 他说到他不会在这个峰会上的 就是等待美国人 他说我们将在7月份的时候 20个国家的这个集团峰会呢 会在这个上发表这个明确的信息 就是如果20家无法达成共识的话 至少还有19个国家 对 他就直接说明了 其实这个欧盟呢 要谈判这个巴黎气候协定是很困难的 因为这个协议有29个条款是必须实施的 所以不能再次摆上这个谈判桌的 而且大家都是经过20年的磋商呢 才有一个这个成果出来的 那既然现在美国 就特朗普已经在6月时候 就6月初就宣布退出这个气候协定嘛 那欧盟呢 对这样子的做法呢 态度是十分强硬的 所以总之你要回来 sorry 没有得谈 不可以 不好意思 你就你既然出了 你就在外面就好了 如果发生什么问题 你自己去处理 我们的巴黎协定里面是不包含你的 对 只有我们19个国家 对吗 对 你看他就说了嘛 就是说在这个峰会上呢 他们不会说一定会等待美国人 只是美国人 只是川普 摆明这个特朗普就可以了 然后现在这个决客 他就很多次就曾经表态说 这个欧盟在巴黎气候协定和能源转型问题上呢 是不可能开倒车的 所以欧洲议会当天呢 他们甚至还通过了2030年的碳 减碳排放目标 所以计划在 在这个20 应该是2025年吧 这边减少了 减少了30% 所以达到这个 巴黎气候协定的这个要求 所以从这个整件事件上呢 这个美国是不是自己 这个 自己打来麻烦嘛 已经是了 现在又想要再回去谈 谈什么呢 你都已经退出来了 有骨气一点 别再谈了 不用再重谈了 还介意重谈什么东西 不过特朗普本身还有一个麻烦 就是有人要 可能要检查他 或者是要去调查他 是否有干涉 涉嫌干预 这个什么呢 这个 司法 对对 对 关于这一个 妨碍司法 对 那负责就是从这个 这个总理 俄罗斯先级的 这个干涉美国总统选举 调查工作的特别检察官呢 他会调查特朗普 是否要试图 就是妨碍这个司法的 所以这个是美国人呢 就是美国人注意的案件 已经最吸引的一个案件 调查工作出现的最重大转 就是情报 情报圈的多名高官呢 已经同意就是接受特别 这个调查官 就是摸了旗下的这个调查员去问话 所以这个事件不懂 是不是跟美国参议院 在星期三就表决 这个要对俄罗斯实施 新的制裁的 这个关系呢 这个就不太确定了 不过他们确实是表决了 压倒性的多数票呢 通过俄罗斯 对俄罗斯实施的这个新制裁 就惩罚 俄罗斯呢 干预美国2016年选举 还有对世界其他地区的 这个侵略了 所以无论如何 现在很明显看到有一个情况 就美国呢 是已经下了这个决心了 好 要对俄罗斯实施的新制裁 那究竟这个特朗普呢 会面对一个什么样的 这个司法调查呢 可能我们还要再等待 看有没有更新的消息了